火力台湾大学工商劣结出校友 制药业企业家标杆 范静才 台大药学院四年 对川修罗人中间 可以怎么去找资料 怎么去做 想法 怎么去热研究 所以对医药未来 我会去创新和发明 很有帮助 范静才董事长 从小家境并不宽裕 秉性独厚 在自己的努力及市长教诲之下 196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药学系 1967年回乡白手起家 创立生达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秉持城镇精心造福人群的经营理念 稳健踏实的经营 51年来企业规模不断壮大 成为台湾知名大药厂 我创办的开始 就与严谨细心 精益求精的台湾 来作用 都可以收到 所有的认同 和集体 生达制药公司拥有国际级软硬体设备 是台湾第一家通过美国食品药物检验局茶厂的制药厂 随后陆续通过日、韩、纽、澳与东南亚各国的茶厂 范董事长推行企业内创业、多角化经营、垂直整合策略 除母公司生达制药于1995年股票上市 也推动旗下关系企业、生态合成 及生展生计公司股票上跪 生达的企业集团公司 各自在医药生计产业中表现杰出 领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理念 范董事长常年现身公立、回馈母校 提供各中小学及大专院校 医药相关学习奖学金 于1987年以父亲名义 设立范道南文教基金会 长期投入工业活动 荣获教育部颁赠基金会优等奖的殊荣肯定 各位学弟妹 我们在学校就要认真地学习、充实自己 如果出社会,我们就不能经贡 认真地期待 我们的好处认,如果医药都能够奔党 来发展经济、增加、资格的机会 范董事长不目名利、急功好义、终身学习 为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学子 树立了正面典范 声达公司走过半世纪 近年转型国际化 大力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投入制药 其能精进发展 永续壮大 以造福人群